这个盒子里面有一个铜服 旅行探险以来 去过太多常人难以到达的地方 也见过无数的不可思议现象 仅仅平常而亡的三名盗士 为何偏偏在身亡百年后 又被人放进了悬崖洞穴之中 现在就能看到这个洞穴里面的两个盒子 我们总是对未知领域充满着无限好奇和疑问 独自穿越丛林来到崖顶 在三百多名的绝壁之间 寻找盗士们的栖身之地 时刻百年无人可见的洞穴内部 为何其中一位盗士的遗骸不知所踪 实拍剩下被打开的盒子内部 小小的痛苦渡囊中 又会找到怎样的历史线索呢 今天又将开启独自探险的一天 从这边的庄稼地过来 完全就没有路了 现在要进到林子里面去 到了这边完全就看不出来有没有路了 也不知道具体在哪个地方 还在寻找 非常冒险的树林 这个林子非常的难走 我应该比较接近了这个悬崖的地方 现在呢我已经找到了准确的下降位置 就在这个悬崖的下方 然后我在这个大山树上面做了一个七十毛点 现在准备开始下降 现在从那边的位置过来 在这里能够发现很多穿胸 看这里好多的名贵的药材 这边过去全都是 而且这个悬崖洞胀就在这个下方 这里看上去的话大概是在两百多米高 从这个位置丢个石头让你们听一下声音 就能知道有多高了 一二三 哇靠 在这个位置相当于就是山体的一个裂缝的地方 在无人机上面能够看到有一个洞穴 洞穴里面好像是有木盒子 那么我现在来下去要看一下 到底有没有木盒子在里面啊 从这个上方下来大概有三四米了 在这边能够发现很多盐白菜 然后这里山体是一个大裂缝 然后还要继续往下面走 但是目前为止呢 还没看到这个洞穴在哪里 来吧 接着往下面走 寻找这个洞穴的入口 经过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开线啊 终于来到了洞穴 能看到吗 在我旁边这里就是洞穴的入口 但是是非常小的一个入口啊 能够在这里发现里面有盒子 然后我的身后来还非常的高 从上面下来更高 这样就能看到这个洞穴了 这个位置要横切切进去 现在就能看到这个洞穴里面的两个盒子 整个这个崖壁下去了 至少还有大概200米的样子 这个崖壁的小瓶上面呢 布满了很多的武林枝 而且这些能够淋到雨的地方 都是很多药材 非常非常名贵的药材啊 那么现在呢 就要进入这个洞穴 一探究竟了 这边是最后一个点位 就能进入这个洞穴之中 看一下 上面下来非常的高 而且下面呢依然也非常的高 这里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入口 这边就是两个盒子 这个比较短一点 这个比较长一点啊 然后这边有散弄的木板 我现在呢是完全进入到这个悬崖洞穴之中 在这边发现了两个盒子 但是里面有很多破碎的木板 来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盒子的情况 这边都是一些松散的树叶子 都是飘进来或者被动物带进来的 这边就是一个大概只有80公分的一个盒子啊 里面是装满了很多的武林枝 这个白色的就不用给你们具体解释了 然后这边有一个大概是1米5 那这里还有三块木板 在里面进去的话是完全没有动到 在那个地方能够看到一个弹 不知道是什么的弹啊 我们把镜头拉长了进去看一下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到底是个什么弹 你们知道吧 这是这个地方 有一个白色的弹 这个弹具体是什么啊 我也搞不清楚 这边的木头呢都是山树的啊 在这里有一根大木棒子 然后应该是曾经的另外一个盒子 包括地上都还有一些碎掉的骨骼 这是个什么 看这个地方 这个盒子里面有一个铜符 这不敢动啊 这个盖子为什么会被打开 这就不知道了 整个这个洞穴里面呢都不是很深 大概只有五六米的一个深度 而且在洞穴的镜头发现了一个动物的蛋 在我的右边这里发现了两个木盒子 木盒子的其中一个里面发现了一个小铜符 有可能是动物把它跑到这个位置的 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啊 它在这个粪便的上方 这个小铜符来是完全不能动它的 有可能是当年这个道士的一些罚器啊之类的一些东西 不能去弄它 然后这个盒子为什么被打开 这个完全也是不得而知 很多人都在问我们是如何回去的 来吧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位置是一个胸身卡在绳子上面的 然后我这里是手身就是往这样往上面推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 脚上踩了一根绳子 就是一步一步的往上面爬 悬崖回去的话 这些点位啊都是要拆掉的 把螺丝啊钉子啊都是要取掉的 现在就要从这里撤回去 这样爬上去的话大概是80多米的样子 那么关于这个悬崖东西的拍摄就到这里全面结束了 感谢大家点赞和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